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脸级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是7月7号 在推特上 在很多社交媒体中 很多人引用了当时 叫推背图当中的一些说法 7月7一定发生大事情 7月7也发生了 7月7也没发生 因为很多人认为 共产党会死在7月7号 现在都7月8号了 也发生也没发生 为什么 那就我个人能理解的角度 其实我们在原来节目中讲过 预言的东西 他应该来自于不同的境界中的 在历史上的人 那他的境界不同 他会表现出 就是他所预言的东西呢 既有他的准确性 同时有他的局限性 他的局限性是跟大的时代的背景相关的 而且要跟大的环境相吻合 什么意思 咱说了这是7的定数结束了 如果真的有7的定数结束的话 过去的很多预言当中 都在定数之中 他自己都没逃出7的定数 换句话说 他都没 没有写预言的人 都没意识到7的定数 对所有人是个定数 是个结束 他出不去 他自己都没到这点 但什么样的 可以 被后来的 被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 大家能接受的话 就被创世主 被未来的 这样的大的抉择 能够接受的 那个预言 会能够更准一些 就说更 是因为接受了 是因为被未来佛接受了 你不用 国内刚刚把这个 乐山大佛给修了 修了个粉白脸 我跟你说 他们 他说是乐山大佛 在他的腹部 那是在江边上 在他的腹部出现了崩塌 所以他就修了 结果连脸什么都给修 都给修了 当时他介绍 就是说 然后近千年的沧桑 他是唐朝时间 近千年的沧桑 全都没了 那今天的人 甭管是石匠也好 怎么样也好 那个艺术总监也好 他的水平 换个角度来讲 如果他是个艺术家 但他对信仰 对佛家的信仰 自身没有一种修行的话 他怎么修都是那个 他的概念 就跟那男孩非找漂亮女孩 女孩非要嫁给有钱人 一样 修完了就这样 所以就像就是毁了 相对来讲 他实际是毁了 我说的概念是类似的 所以如果今天的人 我们遇到了 感到了万劫不符的时候 那就看谁 能够在现实的环境中 超越自身的欲望 其实是真的 那这种所谓 推背图也好 怎么样也好 那是朋友们说的 推背图 我自己没有查过 他其实在给大家显现出 在神的复苏 就是人的东西被消掉的时候 很多不好东西 被毁掉的过程中 甚至有些生命 失去了生命的过程中 再显现出来的 是未来佛的 而不是我们以为的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七月七在香港 又发生了事情 在九龙 香港人进行大游行 二十三万 非常大 这个数字非常大了 在过去通常时间里 七一大游行 能够突破二十万 已经不得了了 九龙从来没有 进行过任何大的游行 香港游行都在这个港岛 都在本岛 那九龙游行 他们的概念就是 向中国 向大陆人讲真相 真的就是这么说的 讲真相这词 是法轮功学员 在过去二十年里 遭受迫害中 一直坚守的 结果今天的香港人 在七月七号这天 讲说出了 讲真相的概念 这是一张照的 相当不错的照片了 那这个图 香港撑住 看中国他们做的 昨天大游行中 很有名 到处都是这个图 到处是这个图 不撤不散 这些口号都有了 另外一个标志就是 港英旗帜 港英旗帜 港英旗帜的概念 它其实概念就是 抛弃中共 抛弃中共国的旗帜 这里面讲了一些 具体的具体的概念了 在什么高铁西九龙站 尖沙嘴 这些有明电街 而高铁西九龙站呢 就是一地两检 应该是去年通过的 林郑月娥干 把实际它是在香港的独 司法独立的背景之下 这是一个具体被摧毁的一个 一个做法 一地两检就变成了警察 大陆的公安 可以再进入到香港境内抓人 香港境内抓人 这一次呢比较特别 过往都是民阵主持这个大游行 所有人也都知道 对民阵也了解 那结果这一次不是 这一次是普通的网民 人们都不知道 在网上发出呼吁 几天之后 因为前面的游行是7月1号吗 7月1号游行过后 才出现这个 它的概念就是 向大陆人讲真相 因为尖沙嘴跟整个一带呢 全是大陆人 他们的游行路线 也都是在这个大陆人常去的地方 所以出来23万人被人们瞠目结舍 这是一个香港在抗争中共争权 这个过程中呢 在抗争港府的过程中 把他的目标转向了习近平 这是中共习近平最惧怕 最不喜欢 逼习近平必须做出结论 那现在的状况 习近平到现在没有一个结果 应该是中共上层出现了很大的裂变 有一个明确的标志 香港01这个杂志 是这个于平海 多维新闻网的老板 在国内 他拥有一百家电影院 所以他的概念 他的所有的生意都是在宣传系统上 李英他应该被王沪宁控制了 可是在香港01的网站上 相当正面的大规模的报道 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在六月九号刚刚开始大游行的时候 他没有 他没有跟上 很显然没跟上 到现在他又变得很相当的前卫 这是一个征兆了 宣传是中共命根的 知道真相 中共必死亡 所以那是他的真正要命 不是枪 枪只是一个拥有保护的过程 就目前而言 但是呢 事情的真相 却是中共崩溃的过程 所以这是香港01在报道中很特别的地方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这是也是这件事情发生的缘由 在昨天游行的时候呢 后来陆陆续续就出现一个遍地开花的概念 香港变成了一种连续性的大游行 连续性大游行就是在不同的地区 将出现游行 香港有18个区 所以在叫什么江军澳 有一个叫江军澳 另外一个沙田 沙田可能是14号 江军澳是7月21号 都有人在组织游行 而且向警方申请这个许可 在与此同时呢 在当时的香港 昨天晚上香港 警察没有允许 人们去旺角那一带就是香港 是这个这么呼吁的 结果等到晚上的时候 上万人就聚集他 就到这些民品店 结果后来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在旺角山东街那一带 发生了冲突 大概最后有六个人被抓 有几个人被打伤 这是当时的场面 而警察呢 是表现出依然很凶狠 为什么 在头两 在7月1号那天 过后大概7月3号 一个香港警察 如果连续大概72个小时 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72个小时 这是指三天了 三个整天 72小时在岗位 什么叫在岗位 只要他穿着制服 他即使坐在巴斯里面喝茶 坐在巴斯里喝茶 他等着嘛 他就这么待着 三天挣十万港币 十万港币将近一万五千美金 而香港的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现在他毕业之后 月薪大概只有一万 一万三一万四一万五港币 一个月 一个月 所以他的这些警察三天 可以挣普通大学毕业生的半年 你说他下手能不狠吗 钱能够使鬼推磨 使人变成鬼 在历史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一切 出卖神的 对吧 出卖神的 犹大 那是出卖神 出卖神的 等等等等 你都算上 绝大多数 不是钱 就是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见到这里 感谢观看